砂石車左轉過彎 車斗沒有帆布覆蓋 大量砂石噴飛 掉落地面四處彈跳 馬路中央灑滿大大小小的石子 就怕汽機車顛簸 發生意外 遠景接貨通報抵達現場 先從大顆的石頭開始撿 暫時丟進路邊草叢 20號中午12點多 華連壽豐鄉台九線與台十一丙線 交叉路口 一輛砂石車左轉灑出砂石 將近40公尺的車道都有石子掉落 柏佑路面像是海邊沙灘 隨手一抓都是小石頭 第一時間遠景協調附近水泥場的工人 幫忙清理路面 一個小時左右順利排除障礙 而就在同一天早上 東西灑滿地的還有這裡 華連吉安鄉豆蘭橋中華路上 一輛白色小貨車經過 壓扁的紙箱像雪花般一片片飄落 沿路50公尺鋪上大大小小的紙板 後方汽機車左閃右閃 閃不過乾脆直接壓過去 貨車駕駛似乎察覺異狀 經過路口暫時停靠路邊 下車撿紙箱 熱心的機車騎士聽了紅燈 看見滿地紙箱也趁機幫忙 他突然突然掉下來 會不危險 吃起來看過狗從車上掉下來的 那個貨車開很快 他轉上他就說可能就翻下來 後面他掉下來之後 他會繼續租那個貨車 這兩棋警方將根據車牌 以違反倒交條例開罰駕駛 三千元以上一萬八千元以下罰還 無論車速是不是過快 駕駛沒有固定好貨物 就容易掉落路面 尤其間鋒時段 汽機車車流量大 恐怕危急用路人的行車安全